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明代出口的螺垫 而我们眼前展柜里边的 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宋朝时候所使用的螺垫 因为时间太长呢 里边是木质结构的 所以热胀冷缩的情况下 把这个漆气啊已经给撑开了 但是上边的精美 上边的花纹依然还是清晰可见的 照比宋代和明代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唐朝的 唐朝的螺垫呢 一看这个形式 这就不是普通老百姓用的 其实宋朝的时候也不是普通老百姓用的 这上面呢是两个凤凰相对的一个状态 其实它是一个静止的形式 对面呢是一个已经磨平的一个镜子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铜镜啊 后边都是有各种各样的花纹 而唐朝时期有钱人或者是非常富裕的女性家庭里边 会用这种螺垫的形式 然后贴合在镜子的背部 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状态 这个可以保留可以说是保留的非常好的 而下边的三号 这个状态呢 你说是螺垫 没错啊 这也是螺垫的形式 但是给我有一种感觉 特别像木兰词里边说的一句话 叫做对镜贴花黄 它的样式特别的小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把这个贝壳拿下来 贴在我们眉心处 可以当做花黄来使用 当然这是镜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